今次的 program 我覺得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去學習 去運用這套技巧去認識到我們的對象 還有就著我們的計劃 給予到很多提示的意見給我們 跟坊間一般的石創計劃有些不同 就是我們真的可以就著自己的 idea 如何一步一步去完善它 我們學到很多不同的思考和組織工具 例如設計思考 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出基層長者的需要 我們很感謝 Oxfam 因為 Pathbinders 經常都要處理 很困難的使用者 因為不同的種類、種類、類似等等 Oxfam 推薦了我們去解釋 不同的使用者 因此再組織我們的項目 參加了工作室之後 其實就幫助我們很大 真的從最初很闊的範圍 去到後來trim down 我們focus到板房戶 或者是劏房戶的朋友 當中真的集中告訴我們 最能夠幫助他們 就是做一些training 讓他們掌握維修技術 為自己、社區服務的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透過他們的角度 去了解他們本身的問題 才是我們去幫助他們的方法 即是我們不可以透過我們自己本身的角度 而我們本身的角度也有很多盲點 可能我們未必真是了解他們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都未必真正可以解決到 他們真是想要解決的問題 上完這五個workshop之後 我們發現有時原來我們自己想的問題 可能真的有時未很落地 透過一些不同的工具、方法去做一些訪談 其實都可以找到多一些小朋友的需要 真正知道究竟我們這個計劃 如何可以真正幫助他們 在這次樂師會這個項目裏面 我覺得最受用的是評估的部分 因為在評估的部分 我們很需要仔細地設定 我們受惠的對象他們的一些改變 或者目標 而幫助到我在本身設計這個項目的活動內容 和想達到的效果上都有幫助 多謝 今天就要消息最終的 我們下一個月下午前 來微信會 我們下一個月下午前 我們下午後 時有一點點 如果在山頭 我們下午前 我們下午前 我們下午前